HELLO,大家好,我是Hidy 你們拆了麗絲了嗎? 有沒有一種很乖乖的感覺? 很想買小禮物去哄自己開心 但又怕歐預算 今天這條影片適合各位小資女一族看 因為我嚴選了幾款CP值很高的精品品牌小禮物 全部不過2500元 一點都不屈就 因為是大品牌、有首飾、小皮具 不是我一次沒買的 也是去年有時看到很划算 覺得很漂亮 買完回來真的要和大家分享 就分享這條影片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千萬不要錯過 第一樣出場率是最高的 就是戒指 這隻應該大家在影片裡都會看到 其實它是來自Fendy 給大家猜猜多少錢 這隻戒指系列叫Olock 旁邊是比較右身的 然後中間這裡有個通洞的圖案 是他們很經典的兩個F字 準備好我就開股了 它是1950元 2000元都不用就可以買到一隻精品品牌的戒指 這個屬於Fashion Jewelry的 它的物料是黃銅 有分大中細碼 現在我戴的是細碼 中指和食指我都可以戴到Goodfit 之後這個我真的覺得 從8月買到現在戴到現在 它都沒有任何變色沒有氧化 雖然它不是真金 真金就不會這樣價錢 但是我都覺得它保持得很好 洗手、搓手液、手霜霜 所有東西接觸過的情況下 它仍然是金光閃閃 完全沒有掉色的情況出現 是有少少花的 後面這裡始終有碰撞 有剪刀的花痕 但是是接受到的 這個雖然是1950元 不是只有這一款 你是有選擇的 它總共有三款 都是同一個價錢 而且它是一個漂亮的盒子 包著它 裡面還有湧布 千多元有這個質感 我真的覺得很好 湧布上都是有寫著Fendi的 然後打開裡面 就可以這樣放戒指 是絕對有儀式感的 它有存在感 但是不會高調的 還有是跟其他的衣服 都是很合格的 就算疊戴也好 它不會很搶鏡 不會很搶腹 所以這個我真的覺得 CP值非常之高 如果你問我 除了戒指 有沒有其他的小手飾 也有 而且不是黃銅 而是純銀 我知道有些觀眾朋友 可能比較容易過問 要帶純銀的手飾 大家有興趣可以去看看Cucci 我覺得他們純銀的系列 都是價錢比較容易接受的 例如我手上是一對耳環 包裝也是不合格 有一個小小布袋 上面是寫著Cucci 然後打開 裡面就是這樣 這一對耳環 這個是由兩個紐紋的GZ組合而成 然後上面是做了一些復古的感覺 很一致的 因為它的耳環托 都是有這種Vintage感 這個我覺得非常之好搭 你是隨便的T恤褲也可以 上班斯文綠也可以 你想做一個復古的造型 風格也沒有問題 這對的價錢是2450元 今天最貴的 它也不是Cucci最便宜的耳環 我看到還有一些是2200元 如果大家有興趣想入手 一個精品品牌的純銀耳環 純銀手飾 但預算不太高的話 可以去看看Cucci 這個我帶了很久 一段時間完全沒有變黑 它本身都是有些Vintage 有些黑黑的 不會再變得更黑 沒有變黃 我自己也很喜歡 再來 要分享可以說是一個項目 因為各大品牌的價錢差不多 然後我想說 Dior的紙袋真的很美 尼體也要說 這個是超級精美 上面的圖案很細細 還有這個星星是包起來的 它的框框聲有重量 應該是金屬的 這個超漂亮 真的搞不定一定要說 還有就是想說一下這個 它看到這樣的圓筒型 我想大家都猜到 是一些Twitter 除了這個牌子 我也有買其他 但我覺得最漂亮的一定是Dior 他們的圖案是超級無敵 是超級便宜的 後面就會有他們的牌子名 前面也有的 它有個角落頭也會有寫到的 它是100%的絲質 有什麼用呢 大家最多的時候 應該是看到人綁在頭上 之後可以做一個頭帶 然後你紮邊的時候 可以加入頭髮一起繞 是會很漂亮的 又或者你穿白色衣服 將它加一個扣子 這樣扣住 是可以將脂性感向上提升的 還有綁在手 或者就算綁在腰 這條都是夠長的 你看到我今天穿毛衣 它都可以綁到蝶 所以平時如果你是穿一些長身的衣服 想去當一條腰帶 比較花鳥一點點的時候 Twitter都可以幫到你 當然很多人會把它綁在手袋裡 不僅是裝飾的 它是有作用的 因為很多時候那些皮的病 如果你出手汗 可能會受損 又或者是一些白色的手袋 是很容易變成灰、黃、橙 你加一條的絲巾是可以保護到的 所以我覺得它是很多用途 它的價錢是1950元 跟戒指一樣 而且在不同品牌裡 它不算是最便宜的 但是我覺得是最漂亮 長度、闊度都是我最喜歡的 Aless手袋 Burkin Kelly 現在都要十萬八萬 就算買一個鑰匙扣 一隻馬仔、拖鞋 都要五、六千元 究竟我們在外馬市 可不可以用一個入門的 擁有一件實用的小皮具呢? 是有的 就是我手上這個 其實它本身是一個散紙包 但我不會用來只裝散紙 浪費了它 它就是這樣一打開 因為大家是之前看到我去韓國 是用它來裝這個外幣 裡面放了一大堆現金 只是對摺就可以放進去 然後還有一些散紙 它很方便的 你看到一倒過來 這裡就可以這樣去選散紙 之後它的缺點可以說是放不到卡 但去旅行就很好了 因為我是一個很大頭黑的人 我很擔心自己會不見了銀包或卡住 我會把外幣放在這個散紙包裡面 然後再放一個卡住 只要被人偷或不見了 我還可以有另外的用錢方法 就不會放在一起 或者是用來放一些小首飾 其他什麼都可以的 所以不要讓它是一個散紙包 規範了用途 然後這種雙色已經是貴了 我買的時候可能是 我忘記了2100-2300 有單色、雙色 有很多不同的拼色 總有你的心水 當然不是放在這裡 我給你選擇的 我自己很喜歡這個綠色 然後死心不惜去問一下 有沒有這個綠色的產品 最後就是SA拿了這個出來給我 我買完之後去旅行用完 是愛上了它 因為一開始我都是覺得是散紙包 但用一下用一下 我真的覺得它挺好用 而且很重要 AMS他們的皮是非常之好 就算11月去完旅行 周遊列國園回來 它現在仍然是很香的皮味 它也不會有那種銀子的其他味道 仍然是保持著那個皮味 非常之好 最後一個是關於香味 很多時候精品品牌的香水 都要過千元 但是我想分享一個方法 你可以用便宜一點的價錢 不用買平體品 你在專門店都可以找到一個 一樣的香味 就是他們 他們是不是很像香水瓶 很漂亮 但是他們是Hair Mix 這個是Chanel的No.5 然後這個是Chanel的Gabrielle 其實不僅是這個牌子 其他牌子我都看到有出的 四百多元而已 不是在水貨專門店買的 它的味道是完全一樣的 都是很香的 一個No.5的爽身粉味 還有它的長時間 不要小看它 是可以三四個小時都能聞到的 是超級正的 玻璃瓶來的 絕對不是退而求其次的選擇 它有很多不同的味道 大家可以根據自己的喜好 去選擇Hair Mix 送給朋友生日 或者是送給自己 有時候買這麼多瓶 都噴不完 你同一個價錢 可以買多幾個不同的味道 我自己覺得是開心一點 很滿足的感覺 還有它們小小一點 磨砂瓶放在這裡 都是很有質感的 所以我真的覺得這個是好介紹 大家會不會不知道 原來它們是有香水味道的Hair Mix 但是 不要期待它們有什麼保濕的功效 順滑頭髮的功效 出發展完沒有回來 先捉完結 今天就和大家介紹了一些 精品品牌的小禮物 有沒有燒到你們 我覺得它們都是CP值很高 還有實用的 不是為了一個品牌 買回來放在這裡沒有用的東西 也不需要自衣熟食 捱麵包才可以買到 在一個有限預算 都可以買到一些很少的禮物 去哄自己開心 還有就是情人節 你可以暗示另一半 會不會送一些小禮物 又不用花大錢 然後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希望大家會喜歡 今次我搜羅的這些小禮物 如果有興趣的話 我會繼續拿來找 總之 如果喜歡這條影片的話 記得按LIKE 訂閱我的頻道 我每個星期都留下兩條新影片 遇到六甲箱 和遇到六甲箱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 拜拜